闪亮登场 全新Chef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是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又是世界巡回錦标赛英国、意大利、德国和巴西各残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f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个标准安全气袋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接着回来投资有段时间 美国方面的微远公司证实 85亿美元作价收购互联网电话服务供应商Skype 收购价是近期市场估计的一倍 亦是微远近36年以来数额最庞大的收购 有分析就是认为Skype在语音、视频和分享等等的领域 都具有相当的实力 微远收购的Skype是希望吸引更多网络的用户 协助推广新一代Windows Mobile手机的操作系统 同时也借助Skype的全球通讯网络应对Google的竞争 Skype就说现在全球有6亿6300万个客户 而大部分的用户都是使用一些免费的互联网电话服务 所以Skype成立至今8年盈利的状况都是强差人意的 去年营业额有8亿6千万美元 但亏损700万 直至去年仍然有超过7亿美元的总欠债 其实这个Skype方面 昨天出来的一个消息挺令人振奋 也看到收购对市场开头时也有刺激的作用 不过大家想清楚的时候 又觉得85亿美元的价值也挺高 亦相对之前Ebay也买了Skype 买了之后其实业务表现也不是那么好 究竟微软今次买这个Skype 其实究竟是福是和呢 Steven 是福是福其实还讲不错 如果主播从微软的一个政策来说 或者说它的一个策略来说 我觉得它这个收购还是正确的 因为微软它主要的业务是放在它的一个 Office的操作系统和Office的一个收入上面 但是它已经是在它自己的通讯信息和娱乐方面 已经有它的一个新的一个收入的增长点存在了 那么特别是它的Windows Phone出来之后呢 一样也就是希望可以跟Apple的产品进行竞争 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Apple产品的特点 其实也就是它的FaceTime 那么Microsoft收购了Skype之后呢 或许也就是会准备把Skype整合到 它自己一个Windows Phone的一个系统当中 也就是推出的产品可以跟Apple的FaceTime进行竞争 如果这一点能够成功的话呢 那么对于Microsoft它的这个新的一个电话的产品呢 也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增长点 这一点是会挺不错的 那么但于对于就是说Skype到底会不会成为一个行 对于Microsoft来说呢还是挺大的问题 因为毕竟这个85亿的收购呢 不但包括Microsoft的现在 不但包括Skype现在资产 仍然包括Skype现在的这点债务 也都会由Microsoft来一例承担 同时呢还在相当前面说的 Skype它的客户群虽然很大 但是实际上大多数还是用它的免费服务 它真正的付费服务的客户呢 也只有只不过在1000万的客户服务这点 那么换句话说 Microsoft是需要将 是如何能将它大量的客户群 转变为它自己一个付费应用户呢 这对于Microsoft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而且始终85亿都是一个挺大的数目 究竟是不是说太贵呢 加上也都要承担Skype方面的债务 现在都说有超过7亿美元的用债 其实会不会说 虽然Skype的网络是很强的 但是会不会微远方面 其实买了之后也都需要 再作一些另外的投资 譬如整合 或者是重新去看Skype现在的情况 肯定需要重新进行调整 因为Skype它准备 就是一个报道说 一旦Microsoft的记录之后 Skype会借用Microsoft的 它的一个销售群 它的一个销售产品 来进行推广其他的Skype的产品 然后对于Skype video call当中 可能会增加一定的广告数量 也就是增多广告 来增加它自己的收入 那么其实这个收购 对于投资者来说还是不错的 因为毕竟像Canada Pension Plan 它其实是Skype很大的一个拥有者 它过去是投资了近300个Million 在Skype里面 那么这一次的收购案 它可能有报道它会 Triple它的一个investment 那么这一点可能说是不错 但是对于Microsoft来说 它肯定会有 后期还会有大量的资金要投入 是它如果要向Skype收益的话 还一定会有大量的资金投入 没错 那么近期也都见到 微远Microsoft 在它的手提电话业务上面 都是挺进取 其实也都看到 微远的投资那个style 通常Microsoft都是比较慢一点 就是要看清楚 那个特定的领域 可能等其他人搞了一段时间 它要看清楚才能出手去做 亦都看看这个 微远方面 它们的手提电话业务 可不可以 跟Google和苹果 来到有个竞争 说到这里 今天的节目时间都够了 到明天早上 同一时间 早上九点钟 继续在《财亥经》三个人周边 Google 最后一时间 中间 Review 到最后一时间 结束 到那时间 那么多的 那么多真一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